我们现在呢 正在往柯林那边开 一路上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好久不见的Vlog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现在回到了我的四川老家 这里是不是很美很先进的感觉 这次的Vlog呢 就是记录一下我在四川的拍摄 要去几个地方 我们后面会去哪里呢 先卖个关子 接着看一下Jill 红海就能看下去 然后再开 我还没有 我们做了 我们想看 现在呢 我们正在从红海往康定赶来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准备坐在康定 现在我们下山之后呢 这边雾有点准备 雾有点准备 海上公路比较多 开车一段小时 终于落实 然后开麦年 多观察 走 往康定出发 我们晚上准备吃什么呢 待会就知道了 当当当当 主角来了 这是我们的牦牛火锅 好了 我要开吃了 再给大家尝尝这个卤牛肉 淡点手辣椒 真香 然后尝尝这个锅底的牛肉 老锅牛肉的给大家看一看 它这儿还有牛杂 还有牛肌 我要吃一块牛肉 蘸上我的蘸蝶 挑蘸蝶 真好吃 不仅是牛肉好吃 我这个蘸蝶真是一绝 再炫一口小汤牛肉汤 嗯 好喝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青柯饼他们这儿的特色 老大了 第一视角吃青柯饼 第一视角变第二视角 它不像那个面包 我觉得它有嚼劲 而且是热的 挺甜 好吃 多吃点 我们吃饭了 我现在呢已经吃完饭了 天空下起了小雨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准备在康定 这个岩浆河边再逛一逛 这个河水非常的湍急 很吓人吧 我觉得康定的夜晚还是挺热闹的 明天呢我们会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期待一下吧 好的 我们已经到了非常著名的墨石公园了 给大家看一下 欣赏一下 是不是很有特色 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种地貌特色的山 你可以say hi一下吗 拍照呢 这个就差不多结束了 你看 新都桥附近再拍一拍 走 我们来到了新都桥附近 这边有一条小溪 然后这边有 有点农场 我们就在这随便停了一下 随便拍一拍 大家看一下这条小道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很美 这小牛好可爱 好的我们菜基本上已经到了了 这是非常特色的奶炸饼 这个是烤排骨 毛牛肉面块 青炒饼 这个是牛肉 是炒的素材 我要开吃了 让我们来数一数 说了多少个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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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的形容死多了吧 好的那我就好好吃饭了 不和你们聊了 下一期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呢 先保密 吃饭了拜拜 吃饭了 加点蒜泥 四川站点 加点葱 加点双菜 加点蚝油 出来的 咱们一辣 再来点葫芦 至今来一点点 OK OK 就是我的战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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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来点树 就像是一种